大约经过两个星期的时间,这些发育完全的小蚯蚓开始钻出卵囊了。 蚯蚓刚刚产下的卵成纺锤形或椭圆形,经过一段时间以后,开始从透明慢慢变成乳黄色,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会变成粉红色。 再经过五至七天左右,小蚯蚓就会钻出卵囊,来到外面的世界。 它们出来以后会立刻进入地下,以避免被其他捕食者发现。 作为食物链最底层的一环,自然环境中能够捕食蚯蚓的敌人数不胜数。 比如这只食肉蜗牛,它行动虽然缓慢,但是吞食蚯蚓时却狼吞虎咽。 在短短的几十秒内,蚯蚓就被蜗牛吞食殆尽。 蚯蚓的红水质是最喜欢捕食蚯蚓的猎手。 蚯蚓不过是在雨后钻出地面来透透气,就被这可怕的敌人追踪而来,最后葬身在了红水质的腹中。 蚯蚓又叫地龙,是雌雄同体的环节动物,喜欢栖身于腐植至较多的表层土壤中。 以各种腐败的有机物为食,它们自身的生理活动能帮助我们改善土壤结构,以及促进植物的生长和保持生态的平衡。 同时蚯蚓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材,具有清热直传,通络利尿等功效,所以它们有着很高的生态和经济价值。 一年中除了冬季以外,在其他的季节,蚯蚓都可以繁殖。 虽然是雌雄同体,但是绝大多数的蚯蚓都需要找到其他的同类才能繁衍后代,只有极少数可以做到孤雌繁殖。 而繁殖后代也是每一条蚯蚓最大的使命。 在适宜的环境中,成熟的蚯蚓每个月就可以繁殖一次,它们会紧紧地缠绕在一起,挤进彼此的生殖带,再从生殖带中穿出,看起来就像两条变成了一条。 一切结束以后,蚯蚓就开始产卵了,它们的碱膜会从头部脱落,然后两边自行离合,就变成了椭圆形的卵碱。 这些卵两周后就能孵化出来小蚯蚓了。 刚孵化出来的小蚯蚓身体近似透明或乳白色,长到一厘米后才会变成红色。